HELLO 聊世紀 天天都更新 大家好 我是Leo 今天來看英佳人對上蒙古人 這場比賽是競技場大師第七屆的比賽 好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 紅方是英佳人 那英佳人是米格魯 米格魯也是非常頂尖的一位選手 那英佳人在阿拉伯裡面 我覺得也算是A級文明 至少有A級以上 S級的話有點陰冷而已 那英佳人最大的特色還是 軍事單位食物的減免消耗 是非常的大的 那不管是打槍隊長阿 投擲手老鷹阿 還是戰毛兵阿 這個食物減免都非常多的 但是你想要享有這個折扣 你就需要有這個基礎經濟阿 你經濟太爛的話 你農得不太起來阿 這個消耗減免阿 其實沒有辦法幫助太大了 那我覺得英佳人在競技場 這次的表現裡 也是顯得中規中矩喔 不會太弱也不會太強 所以競技場來說 英佳還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蒙古人 那蒙古人的話最大的特色 是這個吃鹿阿 吃坐阿 吃得輸最快阿 而且馬攻有這個攻速最快的文明之稱阿 不管是打一般的馬攻阿 或是蒙古圖技阿 攻速都是特別快速的 那他到後期阿 可以打這個草原騎兵阿 或是肉馬 因為他血量比較多阿 所以可以嘗試做一些當洛盾來使用 雖然沒有三級防 稍微可惜了一點 那後期還可以再出一些衝車阿 可以讓這個衝車移動速度變快的 這個早炎機科技阿 可以讓他變得超級衝撞快速的一個工程器單位阿 好 我們先稍微加速一下 那這一次競技場大師賽阿 算是滿頂尖的一個比賽阿 至少沒有A10級比賽也是A級阿 但我個人認為是A10級比賽阿 原來這位呢 BALAS這位選手也是超級頂尖的選手 所以玩起來呢 兩邊應該都是不會太龍被秒殺的一個局面阿 好 我們先來看看兩邊的一個配置阿 那目前配置是配到四木阿 那果汁吃四個人 然後一樣來四個人再開一個新的伐木場 開的比較裡面一點點阿 那這個算是一個競技場的一個不平衡地方阿 就是你可以左兩邊開伐木場 但是你一定要開比較裡面一點阿 但是你就要走遠一點 當然開裡面遠一點好處阿 就是不太... 如果你把伐木場開在這個位置的話 就會很尷尬 因為你的木頭很快就會挖完了 但是開在裡面一點的話 木頭可以吃得比較久一點阿 而且這個伐木運氣也比較廣 如果你插到這邊的話 你的說明可能要跑到這邊伐木阿 或是跑到對面去伐木阿 就會有點效率不太好的問題阿 那像這種凹槽的位置裡面阿 其實是最棒的阿 看 看 看 他們都蓋了凹槽的位置阿 好 那目前蒙古這邊是早點上封建Style 24P 但是硬家的這邊更早 這邊是打一個22P上封建阿 那我不確定他這樣上封建肉會不會稍微卡住阿 就來稍微看一下硬家這邊 22P上封 點城堡好像沒問題喔 兩個人四級一個人兵工廠 非常標準 OK 非常極限 哇 他這個配置有練過的阿 哇 硬家這邊22P點封建是什麼戰術 好 這邊直接點下了城堡Style 那硬家 感覺米格魯有偷練這個硬家城堡Style 經濟場升級的方式喔 打法看起來挺特殊喔 你看蒙古這邊阿 到現在才有點城堡Style 差了兩批人口阿 臭名差2 那當然越早上城堡Style的話 就代表你可以越早開下TC的阿 那我不確定米格魯這樣子上城堡Style 能不能立刻3TC不斷存喔 這是需要帶確認的事情喔 因為現在如果他開TC的話 3TC很容易就斷存喔 是有可能的 好 那我們先看看米格魯會怎麼打 米格魯這邊硬家相當關鍵喔 OK 拉了4村 我們來稍微看一下高手怎麼開TC出來的 好 先開下一個TC 右邊這邊也開一個TC 哇 還是要3TC開阿 而且這邊還是選擇了石頭處 沒有貼近木頭區的喔 那我們就來看 待會這個肉量可不可以支撐出3TC的運轉 這是競技場爆TC的一個重點 好 這邊點下二級伐木 肉量開始被減少 支撐100肉了 OK 第一個TC蓋好 第二個也蓋好 3TC開始運轉 好 這裡有隻刺猴怎麼被帶回家了呢 好 老鷹三張城堡斯帶有7攻 這邊可以盡可能去追對方刺猴 因為這時候刺猴騎兵沒有升到輕騎兵只有5攻 這時候的老鷹是可以壓制住的 但是跑得不夠快 是沒有辦法追上的 好 米格魯這邊3TC 農了起來 這邊想要一隻 喔唷 刺猴居然收掉了一隻村民 這個有點小賺小賺的 不錯不錯 好 那果然喔 3TC這個TC沒有運轉 果然還是會稍微斷村一下下的 但還可以接受 並沒有太差 那他這邊要趕快再灑出更多農田 二級農可能是難點的 那這裡還有細節 就是他沒有去補金礦 全部都補木頭跟肉 然後再去少一點人去挖石頭 那通常開石頭的話都是5個人挖石頭 他這邊是選擇3個人而已 這樣經濟來說 3TC斷村的機率就會變得比較低一些些了 那我覺得米格魯這個想法非常好 22匹點封建 然後直接24匹點城堡 相當早 那米格魯竟然是把自己的生侶修道院蓋在外面 這是一個侵略性的表現 但就直接被懲罰 蜂谷這邊直接拿到兩吋的優勢 那蜂谷這邊也是3TC開始運轉 村民術其實有點持平狀態 原來硬家這邊TCdelay還是delay蠻多的 所以其實也沒有到非常有優勢 這就是22匹上城堡時代的一個缺點 容易讓TC空運轉 那我覺得22匹上封建時代點城堡這件事情 大家就看看就好了 原其實實際運用起來並沒有非常強 好這邊蒙古聰明反超了 穩定的二級二怒 然後輪走技術 首推出點下 蒙古這邊經濟看似是更好一點點 分數已經領先了 那這邊領先應該是也有喊這個視野分數的關係 但目前視野分數已經看得差不多了 所以應該分數大會持平 應該還是會由蒙古這邊拿下一點勝利 但蒙古這邊是完全沒有想要爭奪聖物的感覺 這聖物已經被幹了非常多的 目前看起來這個聖物只拿到兩個 第三個有點困難 這個離家境的要拿下來似乎需要點時間 這邊遇到一隻天空熊直接反擊 我拉了更多村民走出來了 硬家這邊做不做了 要拿村民出來打個一波 但蒙古這邊出了少量騎士 想要來砍對方村民跟老鷹 效果相當不錯 現在不管是要用村民還是用老鷹來打這個騎士 都很好用 目前蒙古的想法就是 盡可能的不要讓對方在自己的城門旁邊蓋下城堡 所以應該要出一點騎士來反擊 但硬家最終是選在了中間的位置 還沒辦法射到對方城牆 待會再升這個一級射二級射才有可能射到 目前兩邊都點下帝王時代 這邊是由硬家率先升到帝王 蒙古這邊是稍微會慢個一分半而已 硬家看起來是想要打老鷹寶 英勇是護衛技術破兵鎧甲都點下了 待會老鷹會瘋狂的飛出來 第二個城堡也直接插在了前方的位置 這是一個連環寶 但這個連環寶並沒有可以防守到完全的位置 所以是半套的連環寶 這邊有個小小細節 蒙古把這邊城堡貼在圍牆這邊 然後低下一個圍牆 然後這個城牆村民待會收村 就可以直接從這個洞裡面走進城堡裡 相當方便 蒙古這邊也升到帝王時代之後 裡面蓋下了非常多的馬舅 這個馬舅有幾個我們來看一下 哇七個馬舅啊 七馬舅出草原騎兵 這邊想要修但是直接卡在這裡 老鷹想要進來飛 飛不進來這裡趕快讀口會比較好 OK 鳳古已經損失了移動城堡 後面有一座城堡在比較裡面的位置 所以其實還可以接受 這邊直接選擇出草原騎兵 草原騎兵用起來還不錯 尤其是打對方老鷹喔 自己有1攻射程 對方槍隊長的話有點算是 還是被壓制住啦 但至少比起沒射程的狀況下來說 是比較好打一點 數量過多的情況下 是有機會打得贏對方槍隊長 蒙古草原騎兵血量也是非常多 我們來看一下這邊兩邊的暴病 124滴血 哇這個血量非常的猛 草原騎兵直接升到3攻 2防也點下 那點下2防之後 草原騎兵就是工坊全滿 科技也全滿的狀況 那待會就要來看蒙古會不會轉現蒙古圖技喔 來去對應對方槍隊長 草原騎兵不敢直接硬上 後面投資車過來先砸一發 但沒有去砸對方的投資車有點可惜 哇這麼要硬打了嗎 兩邊的血量稍微掉了一點 回頭來戳一下 直接戳死了1隻槍隊長 但自己的草原騎兵直接損失了3隻 這邊硬家直接上前硬打效果不錯 草原騎兵似乎有點弱勢 證明硬打的結果 應該是有蒙古人這邊拿下一點小小的勝利 但是硬家這邊是省下非常多的肉 地方是帶硬家的食物減免相當的強大 貓國這邊經濟也不會太差 有12個農田 兩台投資車繼續輸出 這邊投資車剛剛辦到很多事情 並沒有讓這些草原騎兵全軍覆沒 但數量也剩不多了 這邊順利的用投資車 砸掉對方的中型投資機 城堡居然堅守了下來 OK 投資車這邊 立大功了 草原騎兵繼續扛住前線 好 那魔鬼圖技成型時間會比較晚一點 待會還要去點化學三級射還有這個彈道學 才會比較容易產生的出來 現在踩魔鬼圖技可能會有點太慢 這邊是決定直接轉中型投資車 然後再加上工程工程師的科技 想要來直接打一個投資車路線 那打投資車路線的話 對硬家來說是非常難受的 因為硬家是沒有火炮的 要針對對方的投資器的話 不管是打火炮投資車 一定要出老鷹喔 才有可能去拆得到對方的投資器 那蒙古的投資器呢還有一個特點 就是它的移動速度特別快 這個早鷹機點一下之後 連投資車都跑得非常快速 好 繼續拆 繼續拆 4台投資車 應該可以拆到這棟城堡了 硬家選擇放棄 黃谷這邊轉好了鐘頭 好 拆完之後 繼續拆第二座城堡吧 好 硬家這邊是 囤了幾台巨型投資機 草原器兵數量回到了29隻 硬家要怎麼打呢 轉打僧侶嗎 神聖思想 然後點救俗思想去招翔對方投資機 這個有想法 確實 硬家是可以這樣打 那待會要再補下這個印刷技術 增加這個僧侶的招翔射程 馬上就補了 印刷技術 要這樣打的話 一定是得這樣做的 這樣做的話 點僧侶科技就沒意義了 好 這邊終於有機會 可以讓草原騎兵出城門 這邊慢慢反推回去 毛骨能夠 反打印刷成功嗎 那大家有想說 為什麼印刷這裡不轉老印 因為現在出老印的話 會被草原騎兵給戳爆 所以印刷現在有兩個選擇 一個是直接用槍隊長戳爆 對方的草原騎兵 然後再來就是用生旅去找對方投石車 但這會顯得有點偏被動一點 要主動來說的話會有點困難 那在其他打法 就是自己也出投石車 去跟對方互雜 我覺得這可能會好一點點 但用生旅能換到對方投石車的話 那相當是賺的 沒有什麼太大的瑕疵 真的是有點優勢的 這邊想要來造一下嗎 生旅走出來了 好 均勻投石機直接架起來 想要來拆第三棟城堡 這邊蒙古轉出了大羅馬 大羅馬 砍生旅速度非常快速 直接砍死了三隻老頭 沒有 兩隻而已 有一隻老頭還活著 好 半血 好 城堡看起來是守不住了 草原騎兵要怎麼防守呢 好 硬家要來開始招翔對方投石車 但有少量洛馬都攻了過來 唱隊長努力反擊 哇 蒙古這邊再度守住了 巨型投石機的數量 哇 這個打得非常好 要再拿幾隻村民來秀一下 硬家這時候已經補下手推車的升級 待會經濟會再更好一些些 好 那蒙古這邊打得很厲害的是 哇 這個羅馬一直差點可以把老頭全部收掉 拿槍隊長擺陣也是擺得蠻不錯的 右邊大量草原騎兵直接進去 硬戳後方的採礦的村民 好 老頭再度落單 這邊繼續攻凝對手 好 那目前蒙古這邊幾乎是滿人口的狀態 這邊說你直接硬招 投石車能出來嗎 回頭想要砸一發砸到大碗的 哇 槍隊長損失殘重 這裡槍隊長也是沒有在空 哇 雖然槍隊長打正面還是很強 但投石車並沒有砸到正面 自密傷的一個地方 所以還是有保留非常大量的槍隊長在這個場上 草原騎兵再次向前想要先督掉生侶 生侶直接被督光 後面還有兩隻生侶應該是逃不掉了 督一下 督一下 督完就跑 但是有更多的槍隊長走過來 這對蒙古來說是一個不好的消息 督一下 這裡再督一下 把所有的生侶督光之後 然後投石車可能就可以繼續往前了 然後我覺得投石車這邊還點一個很重要的科技喔 異端斜碩 這個科技只要點完之後呢 只要被招想單位會立即被滴掉 就是立即會死亡喔 那工程系的話是會立即爆開 但這個科技非常貴的 這個是要1000塊黃金的 所以能點箱這個科技算是大手筆 是有點針對蒙古喔 有點針對印加的這個打法 這個 救贖思想 那我覺得蒙古現在繼續打 打投石器會好嗎 其實我不太確定了 但這邊已經全部轉出大陸 而不是打這個 草維騎兵的 投石車傷害是非常高 畢竟已經升級到重型投石車了 攻擊力75 血量70低血 那印加這邊一定要有聖旅喔 才可以繼續擋住對方進攻 好 這邊應該招到 OK 招到三台投車 早晚都直接原地爆開 這就是一端邪說的能力 聖旅直接也是全部被收光 大洛瑪又幹了一波大事 那兩邊交換起來 其實有點虧喔 蒙古這邊 蒙古這邊黃金樹 待會可能就要見底了 但還好啊 這塊金可以出來繼續挖 右邊這邊也是喔 但這邊右邊已經被印加這邊抓了個正著 野礦部分要想辦法奪回阿 這邊還轉出了彩金技術 這邊再繼續用 嘗試使用投石車 去找到對方的印加槍兵單位 其實效果一直都不錯 但雖然還是有少量投石車被招響掉 印加這邊一定還要再去出喔 森旅 這樣出下去的話 目前蒙古的想法 是想要先把對方耗到沒有兵喔 沒有黃金為止喔 再去轉這個垃圾兵來打 那垃圾兵的部分 對方就會出一大堆的戰毛兵 或者是大量級兵喔 去防守 而如果對方轉出大量級兵的話 自己就可以考慮出這個蒙古圖技喔 稍微轉兵 或者是直接不轉兵喔 投車繼續打到底 加一些衝車之類的 這邊老頭 直接又再次抓掉 哇這個直接分三隊喔 抓掉了三隻生女 投車再砸一發 但槍隊長完全不怕 這邊又砸到一發 槍隊長血量非常殘 OK那看起來這波砸起來並不太虧 剩下的殘餘勢力 直接靠 喔唷又一個大碗了 直接靠這個大洛瑪去 收掉殘血的槍兵跟槍隊長 洛瑪這樣子換的話 其實沒有太虧 蒙古這邊打得非常漂亮 印加這邊已經送差不多了 人口數被降到剩下500人口 150人口 整個不是500人口 150人口 那蒙古這邊人口呢 則是還有180人口 人口差距還有30人口 但村民數值其實差不多 差距是在這個村民的 不是軍事的上面 而不是村民上面 好 重裝長槍兵來到了奢侍數量 但是印加這邊打出了拒絕 哇沒有想到這個印加喔 這個投降這麼快啊 左邊這邊被挖穿 但他也沒有被侵擾 但他可能就是自己損失了太多黃金喔 而且對方投射喔 砸到他有點受不太了 雖然錢還很多 還可以再繼續打 大家覺得對方這個組合 他再繼續打下去 優勢越來越小 而且城堡剩下移動 這個被拆掉之後 只剩一動出槍隊長谷也會有困難 現在要轉兵轉老硬的話 也很難轉得出來喔 那這個就有點尷尬 我覺得蒙古這邊打得蠻漂亮的 沒有出這個蒙古突擊喔 去做一個壓制喔 反正是用投車秀超渡的方式 盡可能的用投車去砸掉對方的一個阻力喔 我們來看看經濟 經濟的部分 沒有意外的話 是有蒙古這邊拿下一些勝利喔 因為這邊蒙古出了非常多的肉碼 一定要撒很多的農田跟木頭 雖然黃金上根石頭來說 有點遜色意識喔 畢竟中間的礦石有硬家拿下 但沒有關係 他這邊利用基本資源 垃圾大戰喔 用少量的黃金出了重型投石車 然後加上肉碼的控制搭配喔 去針對對方的老頭喔 老頭遇到大肉碼 被扛了幾下就死了 這個相當針對阿 這個作戰方式 好啦那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就到這 那如果喜歡這支影片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請記得訂閱 按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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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讚